他这个叫小K的提出来 我注意到今年的汉光军演 强化了实弹演习 这是否是蔡英文当局有意为之 其实要说这个问题的话 我感觉蔡英文搞这样一场 大规模的实弹实兵的军演 一虚一实 这个一实呢 跟刚才两位老师说的 有一定的关系 你像雄三物社之后的话 蔡英文认识到了 这个台军现在他的管理上有问题 武器装备的研发的体制上有问题 所以他要整治台军 这是他所谓实的一点 另外一点虚的 虚的在哪 你像汉光军演32号 他实际上包括三个阶段 4月份要搞一次兵器推演 那么在8月份要搞一次 各个军兵种之间的一个军演 到了11月份 还要三军联合再进行军演 实际上他包括这三个阶段 但是从蔡英文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为什么挑这样一个时间点来看 因为打火炮也好 打导弹也好 他能看懂 作为一个所谓三军统帅 如果让你去看兵器推演的话 你压根就两眼一摸黑 你根本就看不明白 所以他挑了一个最热闹的东西来看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方面的话 蔡英文现在不是在搞缓毒吗 这样的话 他知道靠美国不靠谱 靠日本不靠谱 真正能靠得住的是谁 是台军 所以他希望把台军进行改造 改造完之后的话 不就成了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一点 最后一根稻草 它始终是稻草 你怎么拽 它都会断 所以指望台军来保卫台湾 保持他所谓的独立的这种特性 那完全是不靠谱的 嗯